為什麼你要一直追著我 你不要再跑了 不管你跑到哪裡 我都會追你到天涯海角 你有什麼問題嗎 我只是要來這裡找螃蟹而已 你要找螃蟹 沒錯 是這裡最有名的月前蟹嗎 你答對了 因為我就是一個荔枝到哪裡 我就是一個找蟹的男人 只要有好吃的螃蟹 我這樣找到牠們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 因為這種帽子這個地方 東雪坊我跟你講 這邊很漂亮 因為它的地形 甚至有很多那種懸疑聚會 來這邊拍攝一些橋段 就是像是那種偵探的感覺 然後這個地形 主要只有在韓國跟挪威 還有日本這三個地方看得到 這種特殊的岩柱地形 甚至在那邊還有一個咖啡廳 可以直接坐在裡面 悠閒的喝著熱咖啡 就可以看到這個美麗的海岸 就是這個關心的好地方 對 然後這個咖啡廳其實 它很有心 對啊 日本人都很喜歡去下味 是 然後這個地方可以看海嘛 所以他們在二樓陽台的地方 會放一些綠色的植物 是 綠色的植物 他們希望說把這裡打造成 日本的下味 沒錯 就只要在五月的時候 是來這邊看的時候是最棒的 但是在這個時候來呢 它那邊還可以吃到 好吃的月前蟹 就有點像那種 美食一條街的那種感覺 不只月前蟹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 我們現在就帶你們去看 有三個地方必須得訓練走 早安 早安 我們現在來到 福晉很高級的地方 伴手裡最佳選擇好不好 對 就是人家說 在法國的話 大家習慣是吃麵子醬 麵酸冰 或者是鵝乾醬 麵酸冰 但在日本你肯定就要來... 結果這個配清酒 它不是味噌喔 你不要跟它這樣一坨 它是味噌 其實不是 它是女生最喜歡的海膽 因為那個時候也沒有冰箱 大家要延長那個食物 而且得來補又珍貴的食物 就會用鹽這樣下去醃漬 鹽它成形 跟原住民也蠻像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價格 試吃之前先看價格 有沒有看到 14克3000多 30克5000多 58克1萬多 90克將近就是1萬6 那大概就六七千坦 那我們要試吃什麼 要試吃更多 這個71克3萬2克 那可不可以試吃這個 然後我們吃的海膽醬 在淋在蟹肉棒當中 或者是淋在蝦子上面 又是另外一種感覺 其實它有很多種吃法 它就可以看你想要怎麼搭配都可以 我吃在海邊耶 海味吃豬 在海裡面游泳 各位 我發現一個新吃法 我覺得它的甜度真的很夠耶 因為再加海鮮之後 海鮮自己也會本身 它也就是簡單這樣燙過的感覺 吃下去的時候 反而你會有一種甜味跑出來 是它本身的甜味 真的覺得它就是那種長條形 一層一層一層的昆布糖的那種感覺 那個甜度一直出來... 然後那個香味很濃郁持久的 我覺得日本的白米飯有種蘑菱 它可以增加任何甜的東西 然後海膽本身就鹹蟹肉也甜了 就是這樣 這是生蝦嗎 肥膽會很甜 我一定要再度嫁到日本 越簡單的東西越不簡單 對啊 你想要單純這麼吃 就必須食材非常的新鮮 非常的甘甜才有辦法這樣 是的 今天不知道吃什麼嗎 加油喜事牛肉麵 嚴選上等牛腱肉 後切大滿足 六分鐘就上桌 好吃是絕對騙不了舌頭的 怎麼這麼好吃 搭配獨門秘方 台式經典滷味 一口接著一口 加油喜事牛肉麵 滷味 一吃就有喜事